暴雨肆虐台北市時 市長柯文哲正在中臺灣熱情浮雪 台北市僅存的副市長彭震生 也沒進房災應變中心 人去了哪 口中所宣稱的 交給彭副市長在做督導 在這個時間點 他還在忙他的公務 沒有進來指揮中心 也表示他們輕忽了 這次的一個 這個逃雨的一個狀況 大家誤判 這個雨量的一個情勢 才會造成這次 這麼嚴重的一個災情 房災中心只有三級開設 只靠消防局長作證 不過當天的災情 下午已經很嚴重 北市府的發言人群 也在外縣市參加活動 16號當天 北市發言人陳志涵 副發言人魏文元 正因公受邀出席 北市議會記者聯誼會活動 仍在桃園大溪威斯丁酒店 謹慎副發言人魏佑任留守 陳志涵強調 仍雖然在桃園 但用LINE和電話 進行橫向聯繫 我其實全程都在跟 消防局長這邊來做活動 中午的時候就已經一直在通話了 接下來我就聯繫公務局 所以我仍然在桃園 我就是一直在聯繫 這個採訪通知也都是我自己寫的 好市府的媒體 幾乎都在這個 聯誼會的活動上頭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訊息 包含市長什麼時候要回來 有沒有要臨時新增採訪 有沒有新增聯訪 那視察點在哪裡 我都在現場直接告訴媒體朋友們 16號當天北市發言人遠端遙控 隔天北返副市長沒露面 市長本來還沒打算更改行程 北市府哀哄 從上到下鬧空城 整個台北市有如無政府狀態 可能命都丟了耶 如果要靠市民自助互助的話 那要你台北市政府幹什麼 北市府強調強化三級 號稱隨時掌握狀況 但治災性豪雨 依舊嚇出一堆問題 北市要檢討的除了SOP 恐怕還有官員的反應能力 3列宣傳六萬金馬月魂